鸟随栏后 飞腾 就要打 虽然前面的路不弄 待着我还是想 自己试试 早早晚晚有一天 咱们能功成名就 飞黄 成达 当上总经理 屏幕晴云 周延是网络专家 大鱼是策划高手 这些杨子你们 擅长跑英雄拉关系 我觉得你们这个组合 能做的事情挺多的 欢迎来到我们的梦幻乐园 小语和紫山是我邀请的 那我宣布 从今天起 FB公司成立了 我觉得是时候 应该接触一些广告商 我不懂你的干法 这个世界上需要方子 所以你就要舍弃一小部分的利益 来成全所谓的大党 如果不是你阻止上一次的反击 他们今天还敢这么轻易地 使出这样的把戏吗 你能不能别老一二再再二三 用这种方式炒作 我们不是没有情感动的 你真把公司当药楼店 他能不能行呢 你们这矛盾啊 也就算刚刚开始 只要哪个人的私心一暴露 那立马就是连锁法 真理 是否对你才是男人嫌疑最可况的东西 你知不知道 因为女的物怕 给公司造成了多大的損害 这三年里公司的每一次没劲 哪次不是我讲的办法 我一个人在逃 你爬起来 你做梦了吧 你碰你 你背叛了你的兄弟 你这种人不配拥有信任 我那是为了生存 你又是在拿公司的名誉 这次完全不是你想这么美 他拿我跟你做的什么交易 他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 我们现在的公司 还没有时间 虽然有种还在胜利 我们就要职业每一分钱 我们就要职业每一分钱 不是像你这样有潜力的年轻人 这才是我现在最喜欢做的事情 什么意思啊 这就是你的杰作是吗 该是我缝一把的手了 你好好想想你现在变成什么样 你把传情当成目的 把梦想当成垃圾 把梦想当成垃圾 不要 我要依附于一棵大树上 不断地向上滑 不要忘记我 就是会在李腾面前一个小人 就是资本的一条狗 是你 李腾飞 别说了 我杨新伟跟李腾飞 一刀两断 我应该相信他吗 咱们李总他的母亲叫李应春 赶紧给我滚 我想你 特别特别想你 我有话说啊 所以我打算给他们一招 李奸起 我不在的时候 一定要把李腾飞给我盯住 我也不知道你信任吗 趁他病 要他命 咱们飞得这大鱼与死地吗 开工没有回头见了 我一定会想着办法对付他 有个有钱的爹 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是吗 请你还在一而再三而三 挑战我的底线 真够啊 我陈护生的钱 不是那么好拿的 你是郭家的倒叉蛮女 那就让我变得复杂起来 请你不要再来干涉我的私事 还有一些事要告诉你 我也喜欢小玉 快救你 你别太过分了 你倒了个脸前去 他拿咱们当兄弟 一会儿 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你还是原来的你吗 我 不开心 好多男的四个兄弟 怎么就闹出新的这个地方 甚至连我的梦想都没了 我不能没有 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以前的事 有有有 您要故宫都有 二四 加油 我爸他才走了几天了 您就把他一生的心血 给努力全回了 我陈护生对得起你父亲的 在天之内 都现在你还骗我 妈对不起你儿子 妈对不起你 小语 一山难容二国 一女难嫁良夫 你还会像以前一样 相信我吗 我们都属于是你的 一枚棋子吧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联的 我是来谈收购 FB公司的事情 没想到这两回 都是被你给暗算的 遇待皇冠必成其重 欲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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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的这一局 十面埋伏 还得拦他 周延 周延 这些年布下的哪些暗机 全都给我动起来 只要从赚钱的公司 我们一个不落的 全都抗去 你给他们干 不知道把他们动塌下为止 敢砸我的店 给我打 亲人啊 都跟亲人 你干什么啊 你在这里 我把外的东西 他配作老大吗 我这老大对得亲人 你为什么能 给我自己的老大 滚 我没有地方去呢 我永远都不想去看你 谁敢当我的路 我就让世俑 无路可走 一直以来 我都为自己当初的决定 感到骄傲和自豪 我们相互支持 相互鼓励 分享快乐 共感同步 太阳终究会留下 但终究 会再次生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